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包 真知山的文學花的褲子 你穿一件嗎? 是嗎? 你要給我看一下 褲子很舒服耶 你要先介紹褲子嗎? 上衣是脫敗感造型真知山 它是鞋尾的材質 所以不會刺激的 我們這次的真知山有一些還是有混羊毛的 因為春天還是比台灣冷 所以他們有些真知山是有混羊毛 但是都是很薄料的真知山 所以你敘述的有說大家可以帶光廣看一下 不過這件不是有含羊毛的 所以比較不會有刺激的混 它還是蠻柔軟的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漂亮 它就是有點那種淺藍的那種顏色 那顏色很美 我自己也喜歡這個顏色 然後我覺得它搭配黑褲都很好看 它的設計其實就是蠻簡單的 它就是指紋的設計 然後它的這個地方破壞 它的勾枝就是這個地方是比較空 對比較粗勾枝 然後這邊比較密一點 但是會透嗎? 我自己覺得這個太單純了 看不太出來 看不太出來 所以它這邊有比較寬一點滋味 但我覺得還好 它是蠻密的 就是黑色的話 黑色的話其實還好耶 對 應該是無太會曝光 然後它的長度是比較偏軟板 對 就是沒有蓋臀 肚臍下面一兩尺的位置 就是會蓋肚臍下一兩尺 然後算是比較偏短板 所以穿起來會比較先腿長 沒錯 我們就喜歡穿老闆唱衣 如果是白色方搭 你穿的就裙子還可以 因為我覺得它如果你可以搭長板 高腰中高腰的褲子 或者是鬆緊腰的白褲裙 應該也會蠻好看的 因為它會把那個裙頭遮住 然後裙板就會自然剩下來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就是不一定只能搭褲裝 然後再或者是短褲也可以 短褲短褲也可以 短褲短褲也可以 我覺得像現在的天氣 如果有在洋衣一點的手 你有沒有要戴洋裝我覺得也可以 西肩帶的洋裝 對 西肩帶的洋裝 對 西肩帶的洋裝 那如果你看裡面是搭西肩帶的洋裝 對 那變了一套的感覺 對 如果你是買西肩帶的洋裝 不一定要穿外面 那或者是短褲再更青春洋衣一點的話 其實它短褲會蠻漂亮的 而且你只要搭東腰褲看起來就會很長 我自己是很喜歡穿短褲的上皮 因為我這隻比較小 就覺得穿起來比例會比較好 然後你也不一定要炸衣服 因為炸衣服 大家感覺會怕這邊會有一坨看起來 像小腹很大 所以我覺得短褲上衣的好處就是 你穿的話你會覺得這邊一定要炸進去 然後它總共有四個顏色 現在身上是藍色嗎 還有綠色 那小白身上是藍色 那還有一個對比色 它是淡淡的果對比色 就是顏色比較淡 然後綠洞紗 然後還有白色 然後跟金色 然後跟黑色 所以顏色都算是很基本的 我總共有五個顏色 然後褲子 褲子很舒服 褲子又是那種就是腰手是做鬆緊帶設計 我真的超喜歡做鬆緊帶設計的褲子 因為像有時候我比較保的 後腦是穿一般褲子 因為覺得腰會勒得很緊 然後或者是如果更瘦一點 他就選腰部合 然後你對下腰會褲掛 可是如果是鬆緊腰的話 它就比較有種混的 它是比較直筒的版型 那小白身上是158 然後長度方是蓋在那個 蓋過腳踝的位置 就是有點9.53長 然後它就是 就是整體是帶一點微鬆的版型 不是貼頭的褲子 所以是比較休閒一點 你也可以搭褲子 或者是稍微把它反折穿 也可以搭褲子 下白身做有點那種是 褲燒鞭的手機 一點抽搭的感覺 所以看起來就蠻有隨性感 我覺得如果是搭褲子 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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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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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如果把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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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會怪怪的 也會蠻適合 那總共有兩個顏色 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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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像你二人不喜歡穿很貼短的骨頭 而且我覺得它把形式是比較微快 所以它又有彈性的話就穿起來會更舒服 原本是很貼身的然後有彈性的話穿起來會比較舒服 但是它又是沒有那麼貼的所以穿起來會更舒適 不會飛飛的 會很好看你耶 然後穿起來就穿出來 因為你剛腰對是很多空間 它是有中頸帶手提 但是我覺得有中頸帶就是你吃吃吃到的 雖然會有點重 但是衝頸帶有這個體驟 他會知道我有點說味 他這樣是不是知道 這你吃得多但是他壓白都你會看起來沒那麼大 哎呀真是不會那麼美鮮 不會那麼美鮮 所以我喜歡穿上就是中頸帶無頭的留待 沒錯 好嘞